有人問,今晚世界會亞洲區外圍賽,中國對菲律賓 要看盤,也要看盤 平手怎樣都要買回中國的 但是如果是讓球,當然要想 但是其實是這樣的 我教大家讀了一條數,很簡單 你是可以持一份工作 你是永遠都贏錢的 一輩子,是一輩子 永遠買中國對家 怎樣買呢? 今晚呢? 我先講一條籃子 你們籃子,你們自己消化 如果消化得到的話 我不知道現在有多少聽眾 中國贏 現在我不知道你們有多少聽眾 即是讓球 你們在你一生之中全部不用工作 我沒有走這條籃子,帶這條籃子是可以的 譬如今晚這樣 我永遠買中國對家 我今天說,中國的業業 當然是菲律賓很笨 是 我買中國對家的機會都低 不要來,買一千元 買一千元 輸了 下一場你又買中國對家 OK 你永遠都買中國對家 因為你看看會比較開心 如果你要買回中國,你不開心 你上中國就輸,你買含架 OK 你們看賠率 如果是1.95 那你要計算 我要怎樣才可以 贏上次輸的一千元 以及今次我要贏一千元 用1.95的賠率來計算 你自己計算 就用買那條籃子 是 贏了,那就達到了 那邊就平了 輸了,下次就是這樣 原來對住 那一隊是… 很冷的 因為中國不會令我們失望 它內部的對住都很冷的 二點幾倍的 作嚇中國 結果是贏了去的 譬如墜利亞 那你下次第三次買 又回軌基本步 回軌基本步 因為你是求一千元 我這樣計算 那你原來已經是2.3倍 你又不用買一千元了 大家自己去消化這件事 最重要買死 永遠買死 不要想 不要加入感情因素 一加入感情因素 你就可能會輸 跟不上 你不要放進去 一個坡道才可以 只放一個坡道 其他很多東西都可以 我跟你說 一年不用做 贏一、二千萬是一定可以 不可以死全家 一定可以 是啊 其實這條欄是可以的 不過有些人不夠堅持 而且自己忍不住 好像我們的朋友一樣 昨天沒有那麼多本 其實不用很多本 你們不要以為格答論 不用很多本 我沒怎麼跟你們說 其實你差了一百萬 一百萬不是太多 很多人都可以拿 我只說一十萬 其實一百萬 你一年多一、二千萬一定可以的 基本上是一定可以的 那些人會問 十萬 這些是沒有意思的 現在你用數學去研究 基本上我告訴你 我其實到現在 我去想一想 其實 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我這條欄我知道了很久 我還弄一條方程式給老牛 牛兄 但是牛兄也不生手 OK 其實你們大家消化一下 其實很久很多人都知道 不要有感情 不要有感情 買死一飯 用賠率來做 你就知道你應該要買多少錢 嗯 基本上你一年贏千多萬一定可以的 一定有的 千多萬一定有的 今晚你曾經中國養兩顆 中國養兩顆 那我就買對家了 買菲律賓 我也是 因為輸 老實說 你這些是一場過 你不是說賣籃 你輸你不會賭很大 你賭一千元 輸了一千 是吧 中國去過1.06 對面多少 起碼二點幾 你當然不能打過 你不就看得開心長球 你那芒果老牛嗎 我也是買菲律賓不差 菲律賓現在 你那芒果老牛 我買半場和算了 補一條 半場和 守名入球 你有沒有這樣就 不過菲律賓要入球 主場是中國 中立場 中立場 OK 隨便吧 沒甚麼所謂 好了 我們看看這個 其實 老實說 你現在有我的籃子 我講出來 我又不可以講完 今天已經講了很多 是 我說了 講完的 我這條籃子又不值錢 不講完的 就沒有人肯給我錢去賭 OK 所以我拿著這條籃子 我都很囂張 這條籃子是甚麼籃子 這條籃子就是當年 在紅山半島裡 吵你跳樓還是吵你 燒炭死的馬臣 吵你跳 三年時間贏了兩億多 就在這條籃子 然後他跳樓死了 但他又不是為錢 OK 是為愛情 嚇死了 是 為愛情 吵你跳 很難的 其實 如果現在在痛苦之下 痛苦 不過我也不會搞這些事 其實那時候我有一段時間 我最想是甚麼呢 如果能夠拿到大陸佬的錢 因為有票 我賣賣張馬票 我雜資幾千萬 賭一年 我就賣幾十億 然後我給他們多少 就是給他們多個本多 多少 他們都很開心 因為他們要花錢而已 但我怎樣找大陸佬呢 這是最大的問題 是 要找大陸佬給你 是 好了 好了